上个月在大圆西海开展的彩色海域记 相信大家都印象深刻 不过花谢了之后还留下什么 同样值得大家来关心呢 是否这次的活动中导入了永续经营的理念 还通过了ISO20121活动永续性管理系统的验证 也是全国工部门的首例 上个月刚刚落幕的2018桃圆彩色海域记 吸引了突破百万人次前来参观 也让西海休闲农业区成为了热门观光圣地 而活动除了华会吸睛之外 在市府农业局和在地居民的共同努力之下 彩色海域记更是获得了ISO20121活动永续性管理系统验证 成为全国工部门的首例 ISO20121活动永续性的管理系统 它是针对办一些活动要符合三大层面 就是刚才说的社会经济以及环境的 一些在规划执行层面能够减少 比如说减少资源浪费减少能源的消耗 还有减少对社区的一些可能影响 不好的影响都推动地方产业的发展 桃圆市府由秘书长李宪明代表 从SGS公司手上接过认证 这次彩色海域记以永续发展作为方针 包括活动期间大幅降低农药喷洒次数和肥料使用量 以及广告物采用可回收重复使用的措施 将永续做法落实于经济环境社会等面向 这个是一个非常具有象征意义 目前在国内各级政府 我们桃圆市政府是第一个获得的殊荣 也非常感谢检验公司给我们协助 未来我们还会持续的推动 让这一个花园区能够融入生活 然后也能够符合生态的原则 那也增加这个生产的这个量 美丽的海域相信让大家都是印象深刻 不过就算展棋过了 花朵谢了都不会是个句号 透过永续经营的管理 未来的花矿依旧精彩可奇 桃圆圈新闻 陈延任市府采访报导